记录健康 为身体把关 欢迎收看健康日记 我是张家芳 肺炎是国人十大死亡原因之一 每年约造成约九千人死于肺炎 到底平常应该要如何预防治疗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肺炎这个议题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是 嘉医科医师 陈伯承 陈医师 家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位特别来宾是 联合报医药组记者杨兴杰 家芳好 大家好 提到这个肺炎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它是老人家住院死亡率 最高的一个原因之一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何者可能是肺炎所造成的症状呢 第一个是嗅觉失常 第二个是心脏衰竭 第三个是白血球上升 我们先来问小Y你的答案是 是 我觉得嗅觉失常 有点牵强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觉得是告诉我 应该是白血球上升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可能白血球跟我们的 抵抗力 年系统比较有关系 所以你猜是三白血球 心庭你呢 我是选嗅觉失常 因为我是觉得 肺炎应该会影响 整个呼吸道 所以应该会连嗅觉 也会影响到失常这个问题 就是从上往这边通 对 我觉得是 瑞希 你的答案呢 我觉得应该是 二心脏衰竭吧 因为人家说心肺心肺 应该跟心脏有关吧 联想在一起 所以每一个答案都有人选了 波琛医师 其实我们这个题目要问的就是说 我们的肺炎 大概它的定义是在哪边 那我们肺炎的定义就是在说 你有咳嗽 发烧 痰 然后抽血的话 白血球有上升 就是足够让我们去诊断出 你就是有肺炎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答案就会是三 白血球上升 但是一跟二会不会产生 会 它是它的并发症 或者是说后续的情况 产生比较严重的后遗症的时候会出现 那我们就怕的就是心肺衰竭 所以二的那个心脏衰竭的话 是在最后端的时候 就已经后端很严重的时候了 对 其实提到这个肺炎 博程医师为什么会有肺炎 它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分类 的确我们肺炎它大致上 我们会用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分类去分 第一个分类就是叫它叫做典型肺炎 第二个分类我们叫它非典型肺炎 那我们典型肺炎的话 大多数都会是细菌导致的原因比较多 它产生出来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这四大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方式 都会出现白血球上升 痰变的比较多X光有发现 然后会有发烧的一些症状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典型里面 我们大致上就可以因为这样子 很容易就去诊断出你的病菌跟你的原因 非典型肺炎就是你的症状有一点像又不像 再怎么检查 可能在我们检查的标准里面 可能少了一项少了两项或少了三项这一部分 虽然是肺炎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依照我们标准的肺炎诊断方式 去诊断出它 那因为它可能是某一些病菌 它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它显示出来的方式是不一样 因为不一样 我们就叫它叫非典型 就像我们的流感 酶浆菌 退伍菌人症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大部分都是属于像 酶菌类的 或比较属于像病毒类的 比较多一点 那它的接触的范围里面 都会由我们的飞沫去做传染 两个都会有 可是我们在非典型里面 它可能会有再更多 因为它的病菌的菌种比较复杂一点 可能从接触或甚至从空调 像我们的退伍菌人症 从空调做一个传染的一个情形 那并发症 因为典型肺炎这一部分来讲 我们的病菌 我们的比较熟悉 治疗方式也比较熟悉 大概一个礼拜或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会好 但是非典型肺炎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不晓得你的病菌是属于哪一种 甚至有些要到好几个月才会好 像这个梅浆菌就是 梅浆菌要好久好久才会治疗得好 其实提到这个肺炎 不知道说例如瑞希 你自己本身有因为这样子 然后肺部感染的一个情况吗 我是朋友的爸爸 然后他就是咳嗽很长一段时间 他可能觉得他是感冒吧 所以一直没有去看医生 就觉得好像没有到那么严重 后来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得肺炎这样子 后来有好 就住院很长一段时间 住很久就是了 对对对 欣婷你的经验呢 我是没有得过肺炎 不过在那个前一阵子 SARS很流行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刚出国回来 然后那时候刚好在国外的时候有发烧 然后又有点感冒 所以我回来就是下机场的时候 安检超恐怖的 就是整个他检查非常非常的久 我很害怕自己就回不了家 就是你在那个发烧筛检栈就被拦下来了 对对对 就被拦下来检查很久 所以那时候也很害怕就是在国外 就是自己感染那个肺炎这样子 很害怕 小湾你的经验呢 我自己本身是 之前因为我很容易感冒 怎么讲 要嘛就不感冒 要嘛一感冒就很难好 对对对 然后我之前还是有一次感冒 一开始就是 前面咳嗽啊流鼻水 都觉得啊 自己吃维他命就会好了的那一种 然后吃吃吃也过一个月都还没好 然后最后我还是忍不住 我就是看医生到大医院去检查 他就说我得肺炎 然后最后是拖了差不多半年才好 就是很难过这样子 一直渴啊 不太舒服 陈医师像他们这样拖很久 或者甚至住院很久 其实你知道症状不大对的话 我们会希望你提早来做治疗 有时候拖了太久的病发症 开始出现的时候 要治疗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其实典型肺炎跟非典型肺炎 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症状 那我们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不同的分类就是 对 在症状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在我们的典型肺炎的话 跟非典型肺炎两个都会出现的 就是发烧 可是发烧的形态 有点不大一样 发烧大致上来讲的话 在典型肺炎 它都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发烧 可是它的温度基本上不大会烧到39 大概在38.5到39之间会在徘徊 它是属于细菌上面的一个温度 但是非典型肺炎的话 它的温度可以差很多 它要不然就是不烧 要不然就是烧到39、40度 高烧就是 它是属于非常高烧 尤其是病毒 只要你讲到39以上 甚至到40的话 大致上都是病毒性的 但是有些它就是不大烧 就温温的37点多、37点多 像肺结核类的 那它就是会一直都在身体里面 打致慢性的一个感染在 但是它并不代表 它就会有发烧的情形 那它可能烧的情况也会比较特殊 有些非典型肺炎 它整天早上都不给你烧 它就是偏偏晚上才烧 而且就做烧那一段而已 如果小孩子这样家长最担心 就很担心 所以它会有出现这部分的症状 那有些会合并 就是刚才所说 很多人都在讲到咳嗽这一部分 那咳嗽这一部分的话 典型肺炎里面 就我们刚才所说的 可能会有带有些 比较浓稠的一些痰或痰液 这一部分出来 那我们可以从痰液里面去分别 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一种细菌 有些痰液里面会带有血湿 有些是黄色 有些是绿色 有些是灰色 有些是白色 这不同的颜色代表 就是不同的病菌 不同的一个感染源 所以这部分来讲都可以告诉 可是非典型肺炎可以让你干咳 尤其是像肺结育 它就是可以干咳一整个晚上 然后咳不出任何东西出来 然后它有可能会是湿咳 真的就是很多很多的痰 然后也是很浓稠 所以它不一定 所以它是属于非典型的 那很多我们的那个典型肺炎 可能会在咳久了 如果没有治疗好的话 症状会出来 就是怕是肺部积浓 或积水的情况会出现 变得浓胸 那在这一部分的话 典型肺炎有可能会出现 非典型肺炎也会出现 但只要看你是属于哪种病种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可以详细地记录你的症状 到时候就医的时候 提供给医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其实除了这个肺炎之外 我们知道就是说 已故的这个毒物科专家林杰良 林医师呢 他其实后来是因为死于心肺衰竭 跟这个肺部也有关系哦 薛姐 是 像是刚刚医师说的 像病毒性的肺炎 主要就是因为病毒感染 整个肢气管造成发炎 那就是常常会出现像感冒一样的症状 譬如然后会附带一些发烧啊 或者是一些法力的状况这样子 可是有一些族群是特别容易感染肺炎的时候 又又病发那个心肺衰竭 这高危险族群啦 譬如说是像60岁以上的老人 就比较可能肺炎的时候就会比较严重 然后像是有慢性病史 像糖尿病啊 这些慢性病史的 还有肾脏病 像林医师他也是肾脏病 其身的患者这样子 就非常容易可能会有心肺衰竭这种危险 对 其实我们会希望 年龄比较差的人的话 他在这一部分的一个避开 我们所谓的病原菌 也就是说公共场所里面 有人在感冒或者生病的话 尽量就避开 要不然的话出去到那种公共场所里面 有可能是某一种疾病的发生 好发的时段的话 可能要自己戴个口罩 不是怕传染给别人 而是怕别人传染给你 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 做一些防护的一个措施 这样子比你得到病菌还要来得好 其实提到这个肺炎 瑞希听说你有朋友是老烟枪 不停地酷酷扫 对 因为他有时候平常 因为他抽烟抽很久 然后平常不时会有时候会咳嗽 可能叫他去看医生检查一下 会比较好吧 可是他都没有去 所以我想问医生 就是像长期抽烟的人 这样就是感染那个肺炎 会不会几率会比较高吗 的确他会感染肺炎的几率 比一般人还要来得高一点 那我们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你只要去就医 不管是看门城或住院 医师一定会问 有没有抽烟喝酒交冰冷 一定会问的 因为他就是一定会导致身体上的 某一个地方会出现问题 那抽烟这一部分 为什么会导致肺部这一部分 出现发炎的情况 会比一般人还要来得高呢 第一就是因为烟本身吸进去的话 他那个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刺激物质 或者是他本身就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 让你吸进去导致肺部上面的一个刺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烟它本身会导致我们肺部的上面的一个细胞 它这个细胞比较特殊一点 它上面会长一些绒毛 就像我们的扫把一样 然后每一天我们身体这个绒毛它都会动 像扫地一样 把我们肺部里面的脏东西扫出来 扫到我们的喉咙 然后之后让我们把痰给咳出来 可是烟它就有办法把这个绒毛给固定住 就是让它不动 让扫把不能移动 扫把就是有扫把但是不能扫 也就是东西变成在你的肺部里面 有痰的这个东西在肺部里面 你没有办法把它扫出来 那痰累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没办法扫出来的话 它就在里面发炎 然后化膿 然后导致我们肺炎的情况出现 那到底预防肺炎 有没有哪一些好方法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你